你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 至于吗 你知道这个伤口 会耽误我多少工作吗 那又不是我撞的 再说了 我不是也受伤了吗 我和你能是一回事吗 你的脸开过光啊 我的脸没开过光 但我靠脸吃饭 你能吗 不就是个破录音笔吗 我还给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追我 追我 追我到天涯海角 怎么了 我笔呢 你怎么知道 好像落在出租车上了 什么 你 你干吗 我要去找录音笔 你别出去 外面都是记者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录音笔 你知道对我来说 有多重要吗 里面有我录的 所有的重要的身心素材 找不到我就完了 行 你别出去 我帮你找 喂 哥 喂 阿泰 你在出租车上找一下 有没有录音笔 粉红色的 小小的 还有 U盘储存功能 还有U盘储存功能 好好找 一定得给我找到 你干吗 你干吗 自己找啊 就差把车上的空调 给你拆下来 没有啊 我说你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也不放在家里 还怪别人 脚拿开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居然把我录音笔 给踩坏了 你知道他对我来说 有多重要吗 既然这么重要 你放在家里不就好吗 要不是你 他会变成这样吗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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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录音笔我赔给你 好不好 但出了这个医院 你就别来找我了 你现在是想用钱 打发我是不是 不就是个破录音笔吗 你重录一下 不就行了吗 这里面有我 辛辛苦苦录的 声音素材 你说丑录就丑录啊 既然这么重要 你自己不知道 备份一下 你这种靠炒作出名的人 什么都不懂 行了 你别哭了 我找个人帮你修 又不是什么难事 就这玩意儿 哦 你干吗 你干吗 这女孩是谁啊 不知道啊 听说节目组的人都不清楚 有那个提夫妮来了 应该就能挖出来 提夫妮来了 提夫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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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任何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谢谢 有人说你们为了新专辑的发布 隐瞒了泽一的情感状况 她是泽一的状态女友吗 喂 提夫妮 你们已经走了吗 医院门口全是记者 姐放心 我现在带哥先回去休息了 房子的事搞定了 搬家的时候告诉我 哥 房子的事搞定了 你这种靠炒作出名的人 什么都不懂 缠身的绯闻 也让泽一不断占据着热搜头条 知名乐评人 质疑其靠炒作为新歌造势 师傅 怎么样了 师傅 怎么样了 小姑娘 你这个录音笔啊 可是够老的了 是 这录音笔是我爸爸留给我的 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这录音笔生产厂家呀 已关闭多年了 配件都没了 那 那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你呀 只能再买个新的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以后要妥善保管 靳泽医 我跟你事不良力 都没了 就像了 我这重力 你 我看了 你 都没了 你 你 我看了 你 你怎么啦 快来人 快打120 没事吧 喂 120吗 我们这里有个人晕过去了 细飞不送 细飞不送 你怎么打电话呀 不要 麻烦让一下 地上的花生是她吃的吧 是吗 应该是花生过敏导致的 猴头水煮 你是医生吗 谁又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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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干什么 要干吗 你是医生吗 你要干什么 我们要不还是等救护车来了 你再说吧 来不及了 消息我 这 等一下 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等一下吧 哎 这 你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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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快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呼吸 呼吸 我真管你怎么办 哎呦 好点了吗 这是 好歇了吗 好歇了吗 好歇了 不出来了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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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生过了 电影怎么样了 交给我吧 刚刚情况几集 我给他做了插管处理 一会儿入院的时候 注意消毒和抗感染 好的 小心点 谢谢 要不是刚才你在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应该是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发现及时的话 他可能已经危险了 你也住这附近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城市了 只是坐观光巴士游览一下